2014年7月31号 百合时事为你整理各家评论 首先是新洲日报马兴收费站 新洲日报执行编辑林明华在若有所思的专栏里写道 马兴两国最近的出入境收费措施 不但令往返两国的上班族深感困扰外 梦嫣似乎还没结束 因为这一场收费站还在持续 上班族如果每个月以22个工作天计算 双边通关的开销需缴付1267令吉 8月1号开始新收费后将猛涨到2418令吉 几乎约涨了一倍之多 但不要忘了大马政府将效仿新加坡收取外国车辆入境费 届时招殃的不只是一般小市民 也包括面临入境客变少的旅游业和商家 影响层面之大可能超乎两国政府的估计 下来是南洋商报 捐助教育或公然挑衅 一家遭取缔的公司要捐巨款给学校 校方该不该接收并以捐赠冠名作为回馈呢 南洋商报 沈小珍在云淡风轻专栏写道 华校存款是一条漫漫长路 董家协三机构领导 义无反顾 造福一代代生生学子的无私精神值得推崇 而学校冠名回馈的做法 有教育使命的文化内涵 也是一种机会教育和社会教材 但是遭冒销部点名取缔的公司算不上合法 身份未明的人士冠名大楼 对于孩子的教会是什么 打着行善的旗帜 有钱就通行无主 等提出连串质问 并提醒有关决策者 为女不为 以及如何为之 都会记载在校使